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祝他改邪归正才行 越海 越海附近住着许多渔民 大家都过着安定的生活 不久前却闯入这只金鳌再次兴风作浪 渔船指定遇上他都会被撞到本宿 菩萨尽似情景 化身为一个渔民 住到海边的一个空屋中 看见秋晨渡在海边 临近的军民都议论纷纷 听说有人去住海边了 这个人真是不怕死啊 我们还是去劝劝他吧 金鳌已经咬死那么多人了 这时菩萨正在用天蚕丝编制绳索 众人一见疑惑不浅 师傅 你在编啥呀 抓金鳌的网 为了抓金鳌已经死了很多人 你用这个小东西行吗 菩萨微微一笑 用杨柳枝消成了几个稻刺钩 接着又捏了一个泥人 众人还在疑惑时 突然听到了汹涌的海浪声 金鳌来了 金鳌来了 快跑啊 快跑快跑 你们快到石头后面去 菩萨一手拿着敌人 一手拉起残层绳索 向前走去 金鳌竟有人上前 把嘴一张 一道墙有力的水柱 朝菩萨喷来 菩萨并没有躲闪 任那水柱击打 真是奇怪 是啊 他居然没被击打 金鳌像是受到了挑衅 怒吼一声 突然过来 你住不得无力 菩萨说着 同时把手中的泥人 向金鳌丢去 金鳌以为是人 张口就吞下了肚子 哎 菩萨一扯手中的三字绳索 金鳌痛得在地上 风滚狂叫 你这虐处 在人间残害生灵 念我佛慈悲 今度化你到南海修行 可愿意 金鳌怕在沙滩上 不再挣扎 菩萨收服的金鳌 立刻献出了庄严宝像 原来是观世音菩萨 原来是观世音菩萨呀 因为你们补鱼杀生 水族怨气太大 才会引来煎熬 伤害你们 希望你们以后可以改过向善 不要再造杀孽 慈悲爱护众生 感恩观世音菩萨 我们以后一定一心向善 不再不予杀生 请菩萨慈悲我们 金鳌已经收服 你们以后可以安心过日子了 多谢观世音菩萨 多谢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舒服了金鳌 金鳌化作龙身 一路向南而去 愚民们改过自新 建立观音寺庙 供奉龙头观音 不再不予杀生 这次 观音菩萨的化身 被称为龙头观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毕竟 自a络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